hello 大家好啊十几天没有拍片啊 今天因为市场大跌给及时给大家拍拍条片啊多讲一下啊就最近这个市场呢 就这个a股呢包括这个港股这个表现都是比较弱啊就大部分板块吧都不太好啊 然后前期的那些热点啊什么新能源啊什么半导体啊那些跌下来了是吧 今天是啊今天是2021年的8月17日啊 有很多就叫我收盘啊拍个拍个片给大家什么心灵按摩一下 说实话按摩也没什么用啊 这都是很正常的就是像去年11月啊包括今年二三月份 包括现在其实都都这样 不过呢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我的自己的一些操作和配置啊资产的一些观点 首先呢就这个a股呢他 他他这个波动性很大今年啊今年波动很大 然后呢个股的风险也非常之多 而且都是那种很要命的风险 教育股那个就不用讲了大家都知道 然后呢他那个中概股那些一大堆中概股风险都大 他他他那风险是你想不到对吧那种政策性的风险 呃像什么贝壳啊美团啊一大堆 包括腾讯音乐你看腾讯音乐三十多块钱跌到 跌到几块钱也也就几个月时间 那时候二十块我还买过后来跑掉 不跑的话现在又被人几块钱啊 包括那个什么bilibili啊那些啊 年初的时候还还还好好几个群种人给我推荐bilibili 那时候我就说你们都在给我推荐 我就觉得有问题 因为以前十几块的时候你们这群人从来没人推荐 啊就在bilibili十块钱的时候没有人看好的 几乎没有人看就看好的人很少 他看好都是大概去了五十块以上才有人开始看好 就就就市场上很多人开始看好就五十多块以后 然后涨到一百块就全部都看好没有人不看好 然后涨到一百多块就说呃yyds啊就啊 然后现在又回来六十多块了 然后今晚再跌再跌几下然后又回到四十块 那你看那时候又又又恢复那个样子 就同一个公司然后跌到三四十块 然后大家又不看好了对吧 其实呢他跌下来就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炒太高了 说实话炒太过头了 你就你想一下从 这个bilibili从十块钱炒到一百六十美金 才才两年时间都没有 这个涨十几倍这个太太夸张了 说实话呃你的收入包括利润 你也没有增速这么快 对吧你对比一下特斯拉就知道 特斯拉起码 今天那个中报利润还翻个六五六倍 你这个又没有利润的啊 啊收入也就几十个点增长 也不是说你每年翻几倍 而且你每年翻几倍 现在的预期也不好说实话 因为有很多要打压的什么游戏啊 包括那些直播啊都要整的吧 什么三俗啊啊 这个荣俗什么俗 可能都有都有相关的 包括什么游戏啊 你也有潜在不确定性的 是不是不允许这么多人做这个游戏类 什么播这么多我也不知道 反正这些不清楚 反正啊你有这些股票的啊 就中概股的你自己要小心一点 你不要这么说不要说这么多仓位 那现在这个时候中概股 就就整个中概股 现在都不适合去加仓 说实话你就整个去看一下 就等他这个所有的政策落地 搞清楚究竟要怎么样去规范 到时候再买 我觉得也来了急啊 包括就连那个网易我都卖掉了 真的90多块钱全部清掉 就就就就一股都不要 因为越不看搞不清楚这个未来会怎么样 现在这个网易就有就给我感觉 就又回到了2018年 2018年因为我那时候我拿着他那年腰斩呢 我也跟着腰斩说实话 但是但是那一年比现在的感觉要好 因为那一年我感觉就是那个版号没怎么批 就这样 但那时候就知道这个版号没怎么批 以后会开回来 到现在比比那次感觉有点不同 所以我也不敢拿先先先 先买下其他那些蓝筹股那些美股那些 暂时就先不要碰中概股 真的你没必要冒险 对吧 就投资不要不要整天就在一些非常不确定的时候去冒险 我觉得没什么必要 因为股票特别多 你为什么非要这个冒险呢 然后什么有一些股票呢 你比如像A股有一些股票跌了 我也我也没有卖 就看着他跌 但这个是有前提的 就是你这个公司的经营业务是往上的 然后呢你那个估值泡沫也不是说特别离谱 比如说 就简单举例吧 就简单举例 你像那些医药类的 或者是宁波银行啊 这类就招行啊 这些我觉得 第二现在也不是一个卖出的时间了 嗯 因为因为之前高位我捡过仓了 到现在这个地方留下了仓位 就不适合再卖 因为业绩OK 符合预期 然后那个估值呢 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范围 当然他不是他历史的一个最低的地方 是一个比较正常的 上也可以下也可以的地方 然后这些地方就应该拿着持有为主 然后如果他再深跌 你像银行股 就像宁波银行再跌跌到30块以下 那我觉得30块以下 我自己也会去 考虑去加仓啊什么的 你现在30多块了 30多块的话 就一个中不溜秋的地方吧 因为因为这些股票 买的时候预期就是一年15%到20的收益 就没有说像你们想的什么 每年什么赚满五六十 你像银行股去年涨了 涨了多少 反正19年我记得就涨了不少 去年也涨了 然后两年加起来又翻了一倍多 本来其实就有透支的说实话 因为你本来就是平均每年15到20个点的 那个收益预期的很多人做股票 包括我的那个粉丝 群里面的人都有一个很错误的那种习惯 就涨的时候呢 就没有人喊是恶意炒作 跌的时候就哭跌喊娘了 我就举例像宁波银行吧 你看19年涨了83% 去年涨了28% 今年还没有收音 我觉得今年哪怕是收音跌15% 我也可以接受 对吧 因为你去年和前年涨了很多 你的业绩其实 没有去年和前年涨了多的 包括那些药股 其实我觉得现在跌也可以接受 因为都涨多了 我觉得涨多了往下跌 只要你拿的觉得不是太贵 拿多一年可以又创新高的话 我觉得可以拿没有问题 你因为你如果卖了 你也不知道买什么 你知道吗 那要么就继续买美股了 说实话 就要么你就继续买什么谷歌啊 那些不过谷歌现在也也像 也也我感觉也不是一个低位了 那些股票我觉得也是一个 就它虽然不过单了他们的业绩很好 但这个业绩这么好能不能够维持这个ROE 我自己也是打一个疑问的啊 因为现在你像美股那个谷歌 它那个ROE 苹果那些是创了历史最好的业绩 所以它现在那个估值分位肯定是相对会高一些 不过当然它涨了也比较温和 就里面在里面拿股票的人 他们那个心态也比较定 就它不敢再乱涨 就业绩出来了之后 然后刚好符合预期 然后它就腾在那里不动 所以呢就美股它相对来说是一个 比较暖男的市场 就大家都是很谨慎的去做多 它不像A股 A股呢就是就政策扶持哪个方向 就一轰乱炒就几个月就翻五倍 然后两年就涨二十倍 像那个什么锦浪科技做那个储能啊 什么逆变器的 然后两年就涨三十倍 你说一旦后面有有任何一年业绩不达预期 然后就肯定又又掉跌百分之五六十以上 可能跌百分之七十都挡不住 都是这样A股一直都是这样的 我说实话 就你们做股票不要觉得A股这个今天 最近这个调整有什么奇怪 都是恶意炒作说实话 你们包括什么三权啊 什么三一重工 你看去年都是他撑撑撑一下涨几倍 你一下涨几倍 业绩没有翻几倍 那后面肯定是等着你就大跌的 这个永远都跑不掉 因为A股它没有做空机制 大家吵的时候就一股脑就不管那么拼拼胆大 拼手快 然后一下子全部炒爆 把未来的什么两三年那个预期全部都干翻 大部分都这样的 嗯 然后 在阴跌 你包括像 我比较熟的一个叫恒生电子那个股票 恒生电子就典型的 19年20年涨很多 但其实收入利润没有涨了多少对吧 然后那个你看那个市净率 市销率那些都翻了很多 然后你再看今年的增长 我估计中暴可能就 算它牛也就20%的增长 20%的增长 那么这过去两年炒这么高 那肯定要腰斩的 所以像这个股票 从高位先等腰斩再说 腰斩完了然后再往下慢慢再买 就有哪些股票是涨这么高 我觉得风险也不大呢 就是你要看它的那个 收入和股价的匹配度 包括它的现金流啊 你要看到经营现金流 是不是也增长这么多 比如说经营现金流 也增长这么多 然后呢后面 预期这个现金流也不会降低 那这个股价才扛得住 说实话 还有一些股票我觉得大家要扛住 就是什么呢 就是那种被疫情影响的股票 我觉得被疫情影响的股票 打到现在这个位置 应该要扛住 不能够再卖了 典型就是什么呢 就是那种旅游类的 旅游类的股票 什么酒店啊 机场啊 包括一些餐饮 那我觉得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最底部的 那个经营情况了 难道还有更恶劣的吗 我觉得不会了 我觉得应该 也不能够接受明年再这样 对吧 你们不可每年这样吧 每年这样的话 大家做生意 也受不了 对吧 那个经济越来越差 我觉得不可能了 我觉得现在就是 呃做餐饮呢 做那种 就是和人接触 面对面那些生意 最低最低股的时候 所以 应该这部分要扛住 然后 然后呢 我自己担心的是什么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 我自己担心的就是 你像那些做医药的CRO 那些股票呢 因为那个凯莱英 他昨天昨天出了业绩不达预期 昨天跌停板 今天也大跌 然后连累了同同板块的其他股票都在跌 我怕的就是会不会这个生意 现在门槛有点低 然后国内市场 被分摊的很快 然后变成一个毛利率很低的生意 所以我现在担心这个 嗯 我有空我再看一下吧 所以现在 我持有的都是那个 海外生意占比相对高的一些CRO公司 我觉得耀鸣生物啊 这些我感觉应该还好还好 当然了他今天当然也跌的话 这几天也跌 因为他本来这个估值在这么高的地方 大家的心态本来就不稳 不稳很不稳 然后所以他震荡拿不住大家 嗯 也可以理解 但我觉得 你如果按照常维度来说的话 包括公司的竞争力 我觉得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然后我在港股那边 我自己拿的股票 还是像港交所啊 啊 港交所啊 像友邦保险那些 我觉得都可以 那些公司 基本面好 还有创科实业啊 这些做那种 啊电动工具的给欧美出口的那些 我觉得这些生意也可以 然后像你宁安探那些 我觉得 我觉得炒的太高了 应该也差不多了 嗯 再往上拉估值 我觉得那个空间很低了 很低了很低 你因为你也拉的很高了 拉的这么高的话 如果你那个ROE维持不住 那个氛围的话 股票也会容易跌下来啊 大家要注意这个风险 然后你像美股天天有人说崩盘 我自己感觉 不可能崩盘的 他崩盘 他有一个前提就是要 买入的人是不理性的 才会导致崩盘 但但目前买入的人是很不理性吗 我觉得只有一部分被动的资金 有可能会降 但整体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我在美股 我也一直在泡在里面看 嗯 就除了那些科技巨头 他们现在在高位 其实很多股票分化也挺厉害 所以他整个市场还是一个 看着基本面在动的一个市场 不是那种有一个什么政策 然后就炒翻天 你像你包括美股的半导体股 那个台积电不就没怎么涨吗 是吧 最近一年都没怎么涨 不就看出来 他其实是很看基本面去炒作的吗 他不是说你是这个板块的 只要政策来一个 然后就炒 他没有这样做 他还是跟着基本面 包括我有买的奈飞那些 他最近半年 他的基本面往上的动力不是很强 所以他股票就横在那里不动了 反而迪士尼基本面 相对来说强劲一点 那股价反而还高一点 所以我觉得美股没有什么系统性风险 不过他到这个位置 暂时不能够大涨 我觉得还要再等到他第三季度 或者是年报 那个业绩 暂时大家应该不敢炒了 然后会有一些分化 对吧 然后不过他他整体还是有个好处 就是他很慢 这就是他一直都是很很稳的 慢慢来每年涨百分十几二十 就这样就不敢再涨多 你像A股那种就很讨厌 一来又几倍 然后明年腰斩 都这样的 你看今年的股票全部都是一来几倍 明年腰斩 什么爱奇艺那些 中概股就不用提了 简直就惨不忍睹 这个当然有政策因素 也有恶意炒作吧 反正现在呢 给大家的建议的话 最好就是你要布局的时候均衡一点 就在政策支持下 或者说政策不打压的行业里面 去分散布局 然后你觉得那个估值太离谱的 你就少买 觉得估值OK了 你就买一点 然后觉得估值比较合理 有一点点可能偏低了 其实说实话 A股没有估值偏低的股票 只有估值合理和估值特别贵的股票 你包括人家食品加工 你像那个安景食品最近跌下来了 那你掉这个分账 应该也不算特别贵 可以慢慢去买 对吧 你包括海天 我之前讲的 我说如果跌破100块的话 那100块以下可以慢慢买 你像这些公司长期也是OK的 然后那些科技股 像什么精神股份 全智科技 那些有一点实力的 国际上有一点影响力的 这些公司 什么中微公司 也可以关注 不过中微公司好像被制裁 我也不是很清楚 因为像这些类型的股票 那我一般尽量找基因经理买好一点 因为这些国内的科技股 一般都不是垄断的 就不是垄断的 一般最好就是找基因经理买 你自己买的话 你也不知道它的竞争力 会不会哪天被突破 你不是很好去监控的 包括那些新能源很多也是 你像新能源像我自己觉得 你像买矿那些还好判断一点 你都有一些什么做什么技术的 那些也挺难判断的 就不能种仓 好吧 这些今天暂时讲到这 希望大家不要那么灰心 因为这个A股本来就是这样的 就泡沫太大 我告诉你 你不要听别人说A股估值低 这个骗人的 怎么可能你像北方华创 宁德时代这些 哪有估值低的 都贵的要死 北方华创涨了多少倍了 说业绩有涨这么多倍吗 没有 没有涨这么多倍 其实都是炒预期 那炒预期 预期可能随时会落空的 他不是说每个季度都肯定了 他只要有一个季度业绩落空 那可能股价就暴跌 好吧 谢谢大家 记得是点赞评论 关注 好 等下一条片吧 大家别那么灰心 拜拜